哈喽大家好我是汪哥的弟弟 今天我们来看一部国产青春电影 谁的青春不迷茫 我们的女主是个典型的学霸 一切以成绩为大 这次考试她因为身体不舒服 于是她决定作弊 可能是学霸作弊有点生疏吧 小超不小心掉落了 还被后座的学渣男主给发现了 老师捡起小超问是谁的 男主憋不住笑出声 却被老师误以为是他的小超 让女主没想到的是 男主居然顺口就承认了 但女主还是很害怕男主揭发他 于是准备收买男主 男主以他帮忙写作业作为条件 女主却故意整他 将一道超纲题给做了出来 于是男主成功地被老师质疑了 男主只好说他的作业都是女主帮他写的 老师就很疑惑呀 一个女孩子为什么要帮他写作业呢 男主就添乱说是因为女主喜欢他 女主就很气愤呀 他一个学霸怎么可能喜欢这种小婚婚呢 于是去找男主算账 男主却转口说不是女主喜欢他 而是他喜欢女主 于是两个人就被莫名地传承了一顿 为了让这种传言消失 女主决定伪造出男主已经有女朋友的假象 悄悄地送了情书礼物和玫瑰花 却被男主看穿还坑了他一顿早饭 女主就去找男主 让他别再纠缠自己 却发现男主家的水管爆了 善良的女主自然要助人为乐了 却因此全身湿透 他在男主家打理时 意外发现男主很擅长做飞机模型 虽然一直想摆脱男主 但当他听到男主跟别人说是逗他玩的时候 他却开始失落 一天学校开会时男主搭着他的滑翔机封明悬场 不知不觉间男主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但很快男主就撞伤了腿 被寄过在家反省 女主借着拿作业的机会去看他 却发现两人都喜欢听音乐天堂这个电台 两人之间的氛围开始变化 这也引起了喜欢女主的班草的嫉妒 于是班草陷害男主偷了自己的手表 还当着女主的面揭穿男主的爸爸是罪犯 男主觉得很没面子 女主为了安慰男主开始教他看星座 原来女主最喜欢的是天文学 但被妈妈逼着学金融 男主让他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两个人越走越近 男主还送了两张天文展的票给他 但很快男主因为不听老实的话再次被寄过 女主也被妈妈强制不许和男主往来 于是两人成功地错过了天文展 等女主再去找男主时 却发现他已经退学了 还在一个修车行找了份工作 他对男主这么容易就放弃梦想很失望 却被反驳说 他的梦想也只是给别人看的 女主回到家后无意间发现了父母的离婚证 原来家庭的和睦只是假象 而妈妈也发现了女主的录音带 于是将录音带没收了 母女俩的矛盾一触即发 女主和妈妈摊牌 说自己想学天文不想学金融 还说不想和妈妈一样过一个虚伪的人生 有一个虚伪的婚姻 于是成功地被妈妈打了一巴掌 在和爸爸谈心之后 女主和妈妈兵事前嫌 回到学校时发现 教室被画上了星空图 女主知道这一定是男主为他做的 但男主已经决定离开了 女主在省三好学生的颁奖台上 讲出了自己的心声 放弃了三好学生的名头 却还是错过了见男主最后一面 她去到音乐天堂电台 通过电台跟男主真情告白 很多年以后 男主还再次处冒险 而女主已经成为了一名天文学家 并期待着和男主的再次相遇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产生很多迷茫 但是不要因为这份迷茫而迷失了自我 要做真实的自己 好了 如果喜欢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见